各位,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作者是张建雄 发表在2022年2月3日 题目是《中美力量和资源之争见真章》 我觉得是最后阶段 跟大家分享内文 接着讲讲我自己的看法 会将《截恋放》描述到大家有兴趣 可以跳过去看原文 他说大国之争一向都是力量和资源之争 如何好好的用力量和资源 在战略和效果之中 就显示了国家的力量 力量一本是指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再加上一样 就是影响世界的力量 即是软实力 而资源方面就是指天然资源 另一个就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可以培养的 天然资源当然和你自己国家的地理环境 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到日本为什么在大国之争会落败呢 其中因为天然资源自然不足 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另外它的人口收足也构成了人力资源的衰落 已经没有竞争资格了 只能够成为大国的附庸 目前来说 日本仍然是美国的附庸 但相信当中国实力强大之后 日本仍然是不少 十年之后可能连四小龙都不约 除非出现结出的领导 否则颇为绝望 我也看不到日本有什么结出的领导 可以出现 所以这方面我和作者的看法完全相同 西方只剩下另一个 就是目前的超级大国 美国 美国自己本身的资源一点也不少 它是一个农业的输出国 另外有很多各种的天然资源 在此 但它本身的消耗 就是其他国家的几倍 以5%的人口消耗了大约 世界上25%左右的物资 这是一个非常大消耗的国家 而美国本身的制度 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 这里是1% 而目前来说 只有独霸这种战略 而没有更长远的任何战略 尤其是经过特朗普四年 和拜登的元年 即是去年 已经疲态不老了 特朗普四七英固然没有什么建树 而拜登的班底 也只可以证明到 美国所谓名校生 也只是徒德虚名 缺乏真正的能力 其实这个缺乏能力 不止是那些人 他们选出的人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就是他们的制度 使得就算有能力 都很难真的可以改变到 目前美国要独霸 而没有徐英战略 而是为了100%人服务 这个状态 长远来说 我们国家的资源和美国的资源 我觉得土地差不多 可以说差不多 但人力方面的资源 我们看看美国在生产总值之中 放在军事力量那边是3.8% 在教育那边只有2% 中国就刚刚相反了 中国的教育经费是4.2% 军事力量是1.5% 如果我把这两项加起来 美国的投入大约是5.8% 中国是5.7% 所以在投入方面大家可以说是差不多 中国的重点是一个很大分别 中国的重点是放在教育那边 即是放在人力培养那方面 而美国将它的重点放在 纯粹是维持它的霸权 而这是一个耗费性的投入 中国将这个耗费性的投入降到最低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中国的生产总值里面 比较实用 中国是以工业作为主要的国民生产总值 而美国是企业的利润 而很多这些利润是靠金融 或者是虚拟的资产 即是资产权务之类 中国在北京国民生产总值追赶美国 发觉其实已经追得很近 这里我主要给大家看的就是现在这一段 就是说说中国在追赶美国的情况之下 用了一个时间 从2000年开始说起 2000年时中国的百分比 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11.8% 百分比 刚刚12%还未到 但由10%至20% 用了7年 用了7年 接着就是 我们知道在2001年 中国就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开始跟世界接轨 但仍然很多地方是要追赶 所以这一段时间 10%用了7年 接着由20%至30% 只是用了一年 换句话说 这七年的打底 导致7年至28年之间 一年追赶了10%的生产总值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发觉中国一直追赶上去 是没有把追赶的比例 跌回来再追赶上去 一直向前 每一年 中国的生产总值一直加大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2008年有雷曼事件 搞到全世界都有金融危机 然后从2008年到2010年 中国用了两年时间 由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30%升到40% 由40%到50% 亦用了两年 由50%到60% 就下了少少 要3年 2012年到2015年 由60%到70% 用了5年 就是说中间追赶的过程之中 有一段时间由10%到20% 用了7年 另外由60%到70% 亦用了5年 但是 接着来 到2020年 我们知道新冠疫情来到 美国那边 一味靠印银子 2020年到2021年 这一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竟然追赶了10% 10% 由70%到80% 只用了一年时间 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力量和资源 已经去到极限了 他要继续 他的经济增长 一定有另外一些方法来推 而2021年 他主要现在的经济增长 是非常之虚的 水分非常之多 我知道在拜登元年 就是去年 他一刹那之间 加上特朗普 就在美国那边 引了4万亿 去美国的国内 这4万亿 结果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只得2万亿 换句话说 引了这4万亿 其中2万亿 就不知怎样 就被人换走了 没有了 其中包括将计 一万亿的贸易赤字 即是那里不见了一万亿 另外他那些有钱人 亦是一个荷包大仗 去到那些有钱人身上 这些钱 在那里就没有生产能力 所以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 扔了4万亿 只得见到2万亿的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之差的效果 另外就是资源方面 天然资源 刚才说了 没大变 而在人力资源 除了现在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教育 大家看到 他投入是相对少 另外就是他一些反移民政策 反华裔科学家政策 也都对人力资源大有伤害 在拜登 去年他看到 也没有扭转这个形势 即是换句话说 美国第一自己继续维持一个高的人力资源的生产 非常吃力 靠吸引外来人去美国提供的人力资源 似乎他们的反移民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 就会拖着他们 他们无法在这方面发挡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人力资源不能上升 而国民生产组织的水分这么多 再加上美国现在耗用的资源太厉害了 换句话说他要靠印银纸在世界各地收回资源 这件事不能长久地做 长久地做 人家一定会阻止你 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作者所说 现在美元已经去到穷途末路 差不多玩完了 我非常同意 故此现在只剩下这20% 由80%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相等这20% 用多长时间才能实践呢 我比较有信心可以在短时间内实践 现在大部分人的估计 就会去到2028年或2030年左右 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 现在才是2022年 现在是6年了 再加上两年 可能是8年时间 我相信中国不需要8年时间 就可以追到20% 原因很简单 像2021年那样 中国的工业实力仍然存在 而世界的工业实力 因为疫情关系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 我相信2022年 中国的贸易额 会继续在一个非常强劲的势头上升 随时10%来自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有顺差 跟美国不同 所以可以赚多钱回来中国 这是第一 第二 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美元贬值的压力 尤其是现在它需要 在联邦方面加息 加息 当然可以使美元稍微 会稳一点 但是对它的生产是一个大打击 因此这个加息 会造成它的经济有什么效果 现在还未知 它目前的通货膨胀已达到7% 这个7%一定要理 它不能达到7% 这样它的衰跌更快 因为每年通胀不见了7% 中国维持一个5%、6%的增长 你减了7% 那已经十几个百分 可能一年之内又追到十几个百分 剩下的8%左右 我相信是很容易搞定 这是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它做得正硬了 将通胀控制住 美元因为加息保持强劲 但接着引伸下来的另一个问题 政府的借贷就要上升 你要维持着这样的高息 你一定要再加大借贷 这个借贷 长远来说 对美元有一个非常大的向下压力 它实要贬值 问题是它能支持多久 如果它能支持2022年 它能否支持2023年 如果支持不到的话 美元一扁 不要说多 一扁10% 中国已经追到了 中国已经追到了 所以我反而相信 中国在未来几年 两年至四年之内 追买20%的机会是非常大 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原因我刚才解释过 他们在人力资源方面 没有什么建设 没有什么建树 靠世界吸引人力资源回美国 现在有一个大的竞争对手 叫做中国 中国现在能够提供给这些有能力的人的机会 远远大 所以我相信 只要中国稍微放宽一点 接受一些外国人来中国 成为中国公民的话 这对外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 这个吸引力所带入的人力资源的上升 是很可观的 人力资源上升 中国的工业实力继续在 中国的经济控制得好 中国的财政策略做得好 要追美国的20% 我觉得容易知极 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谢谢大家